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分人语气的原因一般有两个 一个是工作发生了变化 收入变少了或者没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加了杠杆 财务负担过重 资金链断了 我猜测大概率应该是后者 当然大家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虽然平均工资每年都在涨 但是房价的涨幅却远远高于工资的涨幅 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更涨的猛 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均价都已经上万了 对应的却只有两三千元的工资 大家总觉得现在不买以后就更买不起了 于是也不管自己还不还得上 房子的流动性如何 纷纷加杠杆上车 上车之后呢就要考验 偿债能力和现金流管理能力了 尤其是手上有房贷的 一旦现金流断裂 除了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之外 可能还面临着房贷的逾期 更极端一点只能是弃房断供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杠杆可以适当地加 但不要加的太多 太满 要把负债控制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比如你每月的还贷额占 家庭月收入50%以下是安全的 再保守一些控制在30%左右 谢谢大家捧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